全堂诗卷7947 永鹅 洛宾王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全堂诗卷79 四期 永鹅 洛宾王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鹅鹅鹅 扳着脖子 向着天空唱歌 雪白的羽毛 漂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红色的脚掌 划着轻波 就像船桨一样 永鹅 相传是洛宾王七岁时创作的诗歌 小时候的洛宾王住在义乌县北的一个小村子里 村外有一口池塘叫洛家塘 每到春天 唐边柳丝漂浮 池水清澈见底 水上鹅成群 景色格外迷人 有一天 家中来了一位客人 客人见他 面容清秀 聪明伶俐 就问他几个问题 驱随着洛宾王 皆对答如流 使客人惊讶不已 洛宾王跟着客人走到洛家塘时 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 客人有意试试洛宾王 就指着鹅 要他以鹅作诗 洛宾王略略思索 便创作了此诗 洛宾王 唐代文学家 自观光 雾州义巫人 曾任林海城 后随徐敬业起兵 反对武则天 做陶武赵席 兵败后不知所踪 或说被杀 或说为僧 他与王伯杨炯 卢兆林以诗文其名 为出唐四节之一 有洛宾王文集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